锅贴竟然还能这样做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特别好吃的锅贴做法 趁热吃的锅贴 加一个放入嘴中 肉汁满意 口感相当丰富 老公倒水 放入黑虎虾 洗净后捞出 剪虾头 去壳 去虾馅 处理好的虾中加料酒 黑胡椒 腌制一会儿 放入葱 姜 花椒 八角碗中倒入开水 泡出香味 冷却后捞出调料 肉馅中打入一个鸡蛋 加入两勺生抽 两克白胡椒粉 两克十三香 半勺香油 盐 一勺蠔油 分次倒入150克葱姜水 搅拌均匀 倒入玉米粒 搅拌均匀 最后倒入葱花 淋上月油 搅拌一下 饺子皮上放上肉馅和虾仁 蘸点水 中间捏紧 一次包好 多多刷油 小火煎至底部金黄 倒入搅拌均匀的鸡蛋液 煎至蛋液酱要凝固时 撒上黑芝麻 葱花 蛋液完全凝固后 黄金虾仁煎饺饺就完成了 底部煎得脆脆的 脆香的口感 里面有一整只虾 咬一口会爆粥哦 孩子每次都吃不够 不信 你也来试试 关注我带你轻轻松松吃遍北美家常菜 感谢大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